这个故事的主角是警察 危险化学品监管人员 柴弹专家和法检专家 故事的关键词是 认真聆听 创新 专业和使命 故事还要从两个朋友的一次交谈中说起 警察雅各布和瑞士万东工程师马克 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 雅各布跟马克描述了一宗秘密实验室遭突袭的案件 执行任务时 他走进案发现场 发现有很多未知物在他面前 这些未知物很有可能是危险品 他清晰地记得 几个同事因为皮肤意外接触了强烈合成药物 便在几分钟内倒在了案发现场 马克在惋惜之余按下决心 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们在检测未知物品时 更快速更安全 要怎样做呢 交谈结束 马克离开办公室 他和他的团队立马开始了一个伟大的项目 他们要为这些守卫我们安全的人们开发一种独特的新技术 MIRROR DS 新款手持拉曼光谱仪 来自瑞士万通 MIRROR DS